Mazda這幾年非常努力的經營 想讓自己變成一個頂規的品牌 但獨缺一款騎進的車型 直到今天試駕這台CS9033D頂規動力的車款之後 我才發現原來Mazda是有實力 可以做出不輸給Lessus RX這個車型的實力 3300cc渦輪增壓引擎 搭配48V輕油墊 具有345P的動力 以及51公斤米的扭力 加上它的驅動系統是以後驅為取向的四輪驅動 所以國外很多媒體說這台車開起來有點像BMW X7 真的像國外媒體講的這麼好嗎 今天實際的開到這台車 我們就要花一整天的時間 從它的動力底盤驅動變速箱 還有包含它的配備 還有包含它的省油度 一個一個幫大家來破解 從車頭來看霸氣的程度絕對不會誤認了 它就是Mazda最新產品的休旅車 不過這個魂洞之意有些地方有進行優化 超大的鍍鉻飾條依舊存在 但是它的日行燈結合了方向燈 平常時候亮起來是這樣白色的 但是當你打開方向燈之後 它又變成具有呼吸效果的LED方向燈 這部分的辨識度非常的高 而且中間這個水箱護罩面積超大 同時也都是鋼琴烤漆 雖然說它材質是塑膠的 但裡面也有這個可變的進氣系統 包含側面這裡則是具有真的開孔 具有導流效果的導流槽 而包含下方則是一個非常大的鍍鉻飾條 還好它保留最下面這個防刮材質的烤漆 避免刮傷 從車身來看 長度超過了5米1的車身 但是它的軸距卻達到3120毫米 對比的BMW X7 3105毫米 它的軸距竟然比BMW X7還要來的大 長車頭而且後面整個線條非常圓潤 看起來非常的具有跑格 葉子板具有非常具有辨識度的 Inline 6告訴你 它是直列6缸的引擎 而且是重置的 至於台灣引擎CS9033T的車型 它的胎圈組合配置的 比起部分的海外國家還要來的頂規 因為它尺寸來到了275 45 21 所以它輪胎是特別的寬 而它的鋁圈部分也是CNC切削的 雙色非常的好看 但重點在於它的前輪是雙A背的 從裡面看 雖然說它的上支壁是鐵製 但是它的雙A背的連接壁 還有包含下支壁本身 都是鋁合金的 用料非常的好 而33T車型 它的車側爛板全部都是銅色的烤漆 還有一條非常粗的鍍鉻式條 後面這裡還有Mazda字樣 而它前面的擋風玻尼 則是所謂的抗噪雙層的 霧營的車頂的行李架 它的B柱這裡雖然說沒有一個隔音的飾條 但是我覺得它的開關門的感覺 的確非常的像歐系車 一樣有這個飛鏢式的尾燈 加上具有呼吸燈功能的方向燈 它沒有像CX60一樣有個假排氣管的設計 它是在下面是有個真排氣管 而至於它後面的底盤懸吊部分的多連桿 它有很多的球頭不是一般的橡膠接頭 而是金屬球頭 這部分用料也非常的扎實 座間CX90裡面第一個感受是 全車NAPPA的真皮座椅皮質摸起來還不錯 方向盤也是真皮的 電動調整部分 駕駛座十項電動可調 副駕駛座也有十項電動可調 但只有駕駛座有兩組的電動機器 通風部分 前面雙座都有導流式的通風座椅三段可調 就算以上這些都不夠的話 它還有駕駛面部的辨識系統 您跟你太太上車各自調整的姿勢完全都不同 非常好用 至於第二排的座椅空間部分 監視在這台CS90 它是七人座的車型 第三排如果要進出 第二排這裡有one touch walk in 一按椅背往前倒 但是椅面必須要用手推 同樣把椅子附位也必須要用手推 至於它乘坐空間部分 前後滑移的距離空間非常的大 滑到最前面 後面座椅非常的大 滑到最後面 前面的空間可以翹二郎腿 頭頂的部分還有一個拳頭又三個指頭 上方還有一個雙模式的天窗 前方這裡有冷氣出風口不意外 但是它後面有獨立的恆溫空調 全車等於是有三區的恆溫 這裡還有兩個Type-C的充電插座 前面無線充電板 前中後六個插座 每個人手機都可以充電 而且這裡為了私密性 它還有手動的遮陽臉 所以第三排的座椅空間部分 這台是正七人座不是5加2 所以它的椅面非常長 椅背也非常長 這裡適合成人成座 絕對不是小孩子 我有一個缺點是 因為底板比較高 所以大腿支撐比較少 所以後面盤腿座會比較舒服 後座這裡也有獨立的冷氣出風口 獨立的兩個杯架左右各兩個 還有獨立的Type-C充電插座 後面安全帶防止翼陰 它還有一個扣子扣阻 滿貼心的 19033D頂規車型 所以當然有Hands Free的體感開門 而它第三排座椅放倒也非常簡單 這條線一拉 包含頭枕包含椅背 全部都可以一次的倒平 而它的底板部分沒有備胎設計 而且比較高 因為後輪驅動的底盤 佔據空間比較多一點 至於那張部分 前面的數位儀表板是12.3吋 包含它中間的這個數位多媒體螢幕 也是12.3吋 還有包含前方這個抬頭顯示器 投影式的也是12.3吋 跟車動畫部分非常的簡顯易懂 而且它也有傳統的三表示的設計 它這個導航除了說 在中間這12.3吋的螢幕裡面會顯示 還有包含前面12.3吋的抬頭顯示器 裡面也會有箭頭的顯示 包含這個門板的都是軟質材料 不過這塊的Carbon式版的 稍微並不是那邊的真實 它有環境式這個霧銀的飾條 它的門板本身也是類似鍍鉻式的 前方的中控台全部都是軟質材料 尤其這一塊非常類似真皮的質感 而且摸起來觸感十分的柔軟 同樣有縫線的設計以及霧銀的飾條 這台車就有三區的恆溫 而前面雙區的恆溫 它的冷熱調整在這裡 還有AUTO非常淺顯易懂 而且它整體來講都不是 所謂的電容式按鍵 而是實體按鍵 摸起來質感就是特別的好 包含這裡也是前座雙座的通風按鈕 下方這裡則是手機的無線充電板 這裡則是MI Drive 就是調整的駕駛模式 現傳的排檔頭 而且它觸感非常的好 這裡只有陡坡緩向 還有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它就是360度的環景影像 而且有see-through view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它前面這12.3吋的數位螢幕 台灣引進的版本 它並沒有觸控的功能 這是蠻可惜的 CS90上面這12.3吋的數位螢幕 有個非常特別的功能 叫做駕駛面部辨識的個人化系統 首先按到了新增駕駛人 它會告訴你 是不是要根據個人化的駕駛位置 來進行設定 首先你設定你的個人身高 不過這裡倒是沒有分男女 朱駕駛是176公分 按進去之後 它就會告訴你 現在如果戴太陽眼鏡要取下來 按開始之後就開始進行設定了 接著它就自動調整它的方向盤 包含它的方向盤的高度 還有椅子的前後高低 現在完全沒有移動任何地方 它自己根據它的駕駛人辨識 把它調整最適合你 身高176公分駕駛人的姿勢 你可以選擇把它儲存 或者是往下 這裡的一個提示 按進去之後 它會告訴你 你還可以根據個人化的 去調整你的椅子的前後滑動 或者是你的椅背 CS90車長超過了5米1 而且它軸距也有3120毫米 但它迴轉半徑竟然只有5.9公尺 載向迴轉不是問題 但第一個問題大家會很好奇的是 很多人都說很多歐系車 2000cc就能夠做出300多匹馬力 那為什麼Mazda這一台3300cc 加上48B輕油電系統 345匹跟51公斤米扭力而已呢 其實它是有馬力平原的 5000轉到6000轉的馬力平原 持續都維持在345匹 再來是它的扭力平原也是 51公斤米爆發在了2000到4500轉 寬達2500轉這麼寬的扭力平原 所以我覺得開起來當然過彎的時候 你能感受到它超過2噸2的車重 但我覺得這個動力搭配這個底盤 開起來其實蠻有操駕樂趣的喔 為什麼這麼大這麼重的車 還能夠這麼刁鑽呢 我覺得可以從兩個面向來談 第一個是它的驅動方式 i-Active All-Wheel Drive 四輪驅動系統 但是它平常時候慢慢開呢 它是前三後七 當你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時候 它是前一後九 所以它是一台後驅取向的四輪驅動車 第二個部分就是它的KPC 車身穩定平衡系統 像前面這個大直線踩煞車 感受到距離超過0.3以上 整台車這樣進去的感覺 因為它的內側的後輪會踩煞車 所以讓整台車 車頭整個指向彎頂點然後出彎 這個感覺竟然能夠在這個CX90上面 感覺得到 它把車頭帶進去的感受 而它車頭指向性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台車也用上了 現在日系車裡面幾乎是看不見的 前雙A倍 而且後面的是多連桿的懸吊 而且它後面的多連桿呢 很多連接處呢 不是那種傳統的橡膠軸套 而是金屬球頭 所以我覺得當你今天這樣踩煞車 方向盤轉進去 它的指向性跟反應其實是快的 還有低速扭力的部分呢 這台車它的Sky Active Drive 也就是8速的手自排變速箱 它不是雙離合器 但是它很特別的是呢 它不是傳統自排變速箱的扭力轉換器 而是多片式離合器的咬合 差別就在於呢 當你這樣子出彎低速的時候呢 加速 它的接合感呢 比起一般的扭力轉換器呢 的確加速比較有感一點 所以這台車呢 一個人享受駕駛樂趣也好 全家的滿載出油也好 真的現在真的非常少 市面上的7人座休旅車 開起來能夠有這種感覺的 CS90 i-Active Sense 主備動安全 有個地方我很喜歡 就是F-CTA 但我們加完油 現在呢 要開到這個主車道上面去 但是我的車頭很長啊 畢竟它是後驅取向 前面橫向有沒有車流 會影響到我出去 會不會撞到人 會不會撞到車 它的F-CTA 這時候就可以派上用場 很好用 其中MRCC全速域的跟車 它的成像非常清楚 包含儀表板裡面 三個車道它有虛擬實境 就連裡面前方出現機車 它都會直接成像在上面 而且顯示方式呢 有這樣子 雙環式的 中間是個大的跟車動畫 以及最傳統的 三表式的 這個大家也非常的熟悉 至於呢 它的車道自重部分呢 你只要按方向盤上面 這顆按鍵按下去呢 是MRCC 這顆按下去呢 就啟動了它的車道自重 它的轉彎處 只要不是太誇張 90度轉彎的 它都能夠LV2 CTS 車道自重 帶著你把方向盤轉過去 ELK 道路偏移的防止系統 因為有時候呢 當你開在路上的時候 並不是每一條馬路 它都有非常明確的標線 它有的只是呢 旁邊這個白色的邊線 或是水溝 或是草叢 但是呢 它的ELK呢 可以自動辨識的路源 進一步呢 防止你車子發生偏移之後呢 它會用方向盤的震動 以及警示音 同時呢 也方向盤幫助你轉動 CTS90我最喜歡的是呢 它的加油孔 油箱蓋 是這個最傳統的設計 有人會說不夠科技感 但我告訴你 日系車的耐用 不是沒有原因 就連油箱蓋 永遠不會壞 而現在呢 我們在加油站裡面呢 已經加了91塊 95的5000汽油 2.94公升 現在跳槍滿油槍 我們從台東的市區出發 要前往關山火車站 來進行油耗測試 出發吧 走 我們開了一個小時左右呢 終於來到了關山車站 接下來我們找一個 臨近的加油站 來看看真實開的里程數 再除以我們真實加的油 到底幾公升 除起來就是今天的真實數據囉 我們總共開了48.1公里 都在花東縱谷這邊 從台東市區呢 來到了關山 我們找了台灣中油的加油站之音的 加了130塊4.22公升的汽油 我們把48.1公里 除以4.22公升的汽油 得到數據是 每公升可以跑11.39公里 官方數字呢 1公升可以跑12.2公里 所以這個數據呢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但是呢 花東縱谷 畢竟呢 車油量比較少 很少走走停停 但你想一下這台車 3300cc的涡輪增壓引擎 有48B輕油墊 可以幫助省油 但畢竟這台車重也來到了 2226公斤啊 所以呢 1公升可以跑出 11.39公里的實測值 我覺得真的是蠻厲害的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咯 搜索中天車廠家 或是輸入 atcticar 就是cticar 就能找到我們咯 在這裏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